为了推广品格教育台东县国际蓝星交流协会 邀请的七间在地社团 共同赠送县内国中小学 有100套品格教育动画教材 并且举办教材运用分享 还有总指教师培训演习营 希望借此协助校方提升品格教育成效 为将品格教育从小扎根 台东县国际蓝星交流协会 与台东县中心师子会 台东东区福伦社 台东市国际统计会 台东县家一同相会 以及台东市复工会 与台东市创新 创业协会等七间在地社团 共同益助资源 购买100套品格动画教材 悠悠自在 赠予县内国中小学 我就想说一个人的力量有限 那如果集合了更多的社团 我相信这个资源会更大 而且会帮助到我们台东县的各国中国小 大家一起来推动 然后我希望呢 就是借有这样的研习 请我们的学校的校长啊 主任老师们 来这样参加研习之后 他们就可以成为种子部队 然后呢 落实的把这一套教材 能够品格教育 能够带到我们的学校里面 让我们的小朋友 从小扎根来学习 这样这么好的一个品格教育 邀集县内国中小教育人员 参与教材运用分享 即种子教师培训研习营 动画制作人林善本表示 悠悠自在传递文字字意与内涵 借由动画及故事 将汉字中蕴含的文化与道德涵养 以深入检出的方式举例说明 因为它是字圆教学法 就是说在学字的时候 是溯源到字的那个甲骨文和经文 那我们知道这个都是图像的东西 所以孩子对于图像的东西 接受度非常高 所以他学习等于就是 直接看到图像在学 但是现在我们知道 用凯书来学字的内涵 几乎是没有办法做到的 所以我们就把这样的好的东西 端出来了 新生国校校长表示 未来将语校内教师严拟 预计将教材融入语言课 进行辅助教学 我们拿到这套教材之后 我们会考量学校整个设备 跟教学设备方面 大概什么方式最容易融入 然后我们会请老师 就在班级里面 透过语文领域 或是社会领域和其他领域 可以结合的时候 融入到里面去教学 然后教学之后 让这些动画东西 让小朋友产生学习的动机 然后再接我们图书馆里面的阅读 然后做心得的一个写作 主办方表示 依据12年国民基本教育课纲 未落实到的实践与公民意识 期盼通过多元创意教材 丰富学童语文能力 并养成知善乐善与行善兼具的品格素养 记者江碧任台东市报道 也효一教教育战 结许上 夏秋天